今天來看這暖心的螢幕 就在昨天晚間9點多高雄市的一星二路 有公車司機行駛在路上 發現前面有騎士搖搖晃晃 那麼在下一秒就可以看到 騎士她車頭一偏 是往左邊騎而且是摔車了 當下司機發現了 那麼由於風相當的大 司機也停在她旁邊 幫忙她擋風 而這一名女騎士由於有東西掉落 她也急急忙忙跑到後面來撿 但是呢撿完東西之後 她的機車是完全是牽不起來 探念看看現場狀況 我給你打 其實我都看起來了 那麼司機也詢問呢 這個要不要幫忙 那麼由於當下風相當的大 女騎士的雨衣多次呢 也被吹起來 那麼當下真的是很危險 因為我們公車的車身比較長 那想幫她擋個風 讓她可以順利把摩托車給牽起來這樣子 然後移到路旁 這樣她的人跟車會比較安全 而公車司機她開著這個公車 是幫忙擋風 那麼最後呢 是等到女騎士把車子牽起來之後 她才離開 那麼整個過程呢 也被行車記錄器給拍下來 可以看到司機的善舉呢 讓女騎士在摔車之後 可以順利的把東西撿完 那麼由於是停在快車道 讓她可以安全離開